康特找阿祖法做寻山带王 全世界的人都找到了阿祖法 偏偏是康特没找到 说不定是康特不想要阿祖法 而且在找宝珠 大家好 欢迎来看阿吴的伊朗纪录片解说 姐姐阿姨们如果有什么想法都可以在评论区告诉阿吴 也请大家去阿吴的橱窗多多支持一下 我们接着上期视频继续往下讲 在宝珠家的帐篷中度过了一夜的康特 被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 此时宝珠妈妈已经踏上了寻找女儿的路途 康特迅速起身 整理好帐篷 迎着东升的朝阳 踏上了新的寻亲之心 随着晨曦的微光在地平线上铺展 康特心中默默祈愿 希望今天能够迎来寻找阿祖法母女的转迹 康特的希望很快就得到了一丝回应 他没走多远便望见了远处的牧民家园 这让他心中燃起了新的希望 这些牧民对这片土地了如指掌 他们的足迹遍布山川 见识过无数过客 或许他们能为康特提供宝贵的线索 怀揣着对阿祖法母女的思念 康特步伐坚定地走向牧民家 看到牧民家温馨的场景 康特心中涌起一股暖流 在与牧民家的男主人友好的打过招呼后 他被热情地迎进了帐篷 女主人为他奉上了一杯热茶 康特在简短地交流后 便急切地询问起阿祖法母女的消息 详细描述了他们的外貌 期盼着能从牧民家得到一丝线索 牧民家的男主人回忆说 他们确实遇到过许多带着孩子独自生活的女性 但没有照片 他们无法确定是否是康特心心念念的阿祖法母女 听到这一线索 康特心中涌现出一丝喜悦 他坚信即便是微小的线索也值得追寻 于是 男主人向他提供了那对母女可能所在的地点 这消息让康特心中的希望之火重新燃起 尽管寻亲路上充满了起伏和不确定性 每一次的出发都伴随着希望 而归来时却常带着失望 在告别了浩克的牧民后 康特再次踏上了旅程 面对连绵不绝的山脉和错综复杂的山路 康特深知自己很容易迷失方向 一旦走错 就可能与目标南辕北辙 尽管如此 他依然坚定地向前 尽管前路未至 离开牧民家后 康特在大山的深处徘徊 手中的行囊成了他唯一的伴侣 此时 他发现自己距离宝珠妈妈所在的地方将近30公里 而回到自己的小屋也有大约20公里的路程 无论选择哪个方向 今天想要到达目的地都显得十分艰难 随着夜幕的降临 康特急需找到一个可以避风遮雨的地方 他必须迅速做出决定 找到一个安全的栖息之所 以度过即将到来的夜晚 今日对康特而言 充满了挑战 因为他除了携带了一支枪之外 水源和食物都未能准备 这在荒凉的山巒中无疑是极其危险的境遇 康特未曾预料到 往常熙熙攘攘的山路今天却异常冷清 或许是因为农忙已过 村民们都已归家 家之夜幕将至 他在这短短一小时内 在遇到他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当康特攀至山顶 夜色已浓得无法变误 但幸运地 他在天黑前找到了一个可以暂时避难的洞穴 尽管这里缺乏水源和食物 但至少能为他提供一夜的庇护 康特决定在此地度过这个夜晚 他放下了手中的枪 开始准备自己的临时栖身之所 为了防止不测 康特用周围的石头 在洞穴中筑起了一道防线 毕竟 他在上山的路上 曾遭遇了几匹狡猾的野狼 虽然他们未必构成威胁 但康特知道 面对野兽 永远不能掉以轻心 本以为经过一夜的休息 康特会有所觉悟 考虑向老者求助 然而 至少到目前为止 他似乎还没有展现出 要拨打电话的迹象 依旧在独自面对着 寻亲路上的种种艰难 康特尚未意识到 每拖延一天与老者联系 他在外的艰难 就会增加一天 阿祖法母女 每日都在期盼他的归来 而他年迈的奶奶 也同样在思念着 他深爱的孙子 渴望他能早日回家看望 在经过一个小时的努力后 康特用数百块石头 搭建了一道防护墙 虽然有人可能会怀疑 这堵墙的实用性 但事实上 他在面对野兽时 能发挥重要作用 甚至在关键时刻 能挽救康特的生命 在完成这道防护墙后 康特又收集了一些柴火 以获取温暖 这时 他的思绪开始飘向远方 心中充满了疑问 他的妻子和孩子 究竟流落到了何方 为何他一直未能找到宝珠 原本约定好的宝珠 为何音讯全无 康特对此一无所知 事实上 宝珠并未遭遇不幸 他只是在山中迷失了方向 由于南方家人的紧追不舍 宝珠担心被他们抓回 恐惧之下 他忘记了原先约定的会面地点 最终在山中徘徊 直至找到了这个 能为他遮风挡雨的山洞 宝珠不敢轻易离开这个山洞 因为南方家人的影响力太过强大 他害怕一旦露面 就会再次陷入危险之中 幸运的 宝珠在离开时携带了充足的大饼 这些食物足以让他在山洞中维持数日 然而 随着时间的流逝 大饼的存量逐渐减少 迫使宝珠不得不在恐惧中计划 外出寻找援助或补给 尽管他拥有自卫的工具 可以在遇到威胁时保护自己 但夜晚山中的寂静让他感到极度不安 为了能在夜晚安心休息 宝珠会点燃自制的火把 放置在身旁以驱散黑暗和恐惧 宝珠可能没有意识到 他的失踪不仅让母亲担忧 也给康特带来了额外的负担 康特原本只是出于好意帮助寻找宝珠 却因此耽误了自己与家人团聚的机会 尽管如此 康特仍决定在找到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后 继续协助寻找宝珠 他内心充满了后悔 但同时也明白 现在不是沉溺于自责的时候 而是要积极寻找解决方案 康特打算在洞穴中休息 为第二天的搜寻养精蓄锐 他知道 无论结果如何 他都必须继续前进 寻找那些他深爱的人 包括那位迷失的宝珠 在这段视频的结尾 观众可能会好奇 康特的搜寻之路将如何展开 他将会先找到自己的家人 还是先找到宝珠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仍然悬而未决 留给观众无限的遐想 视频最后 阿妩给宝宝姐姐阿姨们推荐一款蜂蜜 这是阿妩爷爷的蜂蜜 只需99元 就可以买到四斤蜂蜜 百分之百 是存天然的真蜂蜜 都是当天采集 当天高压压榨制成 原汁原味不添加任何杂志 阿妩的主页橱窗已经上架 喜欢的去看看吧